你静静的模特打发了没有 打发了 有关于飞扬的一切 掉地底销毁 你确定就齐了吗 应该是吧 给我确定两个字好吗 拜托 我现在心里好乱 时差都还没调过来 脑子里就跟一堂江湖没两样 我什么都不能确定 可以吗 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怎么样 我曾经一度怀疑他是冒充的 是想来招摇撞骗的 结果他说出一句车祸 足以证明他是真的装飞扬 怎么会这样 你不是说 你亲眼看见车是爆炸的吗 我是看到啊 可能 可能在爆炸之前已经被摔出去了 你问我 我问谁 他要回来找我们报仇 他知道是我们干的 Peter 在外面的这段时间里 他一定在计划些什么 他现在要回来对付我们 他要对付我们了 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什么都不重要 在我那样对待他就好 只要是个人 何况像飞扬那样的女人 那么纯洁 再次见到我的时候 怎么可能若无其事 轻松自在的 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他忘了 他什么都忘了 这样子才可以解释 他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 是吗 我讨厌的问好 那你就给我个肯定的答案 不要让我一直问你 怎样 还想打我吗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做尽了一切 你叫我往东就往东 叫我往西就往西 难道我就不知道 你对我付出一点点的温柔吗 我 抱我 抱我好不好 我在外面蹲到你的多月了 我好想你 我好累 我好想你 知不知道 我不是寻找答案的人 我是制造答案的 一切都会回到我掌握之中 你总等着看 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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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